我们常说时色性也 无论是沉迷美食还是美色都是人之常情 但是大家总是觉得还是男性更加好色一些 女性就是要更加含蓄 对于欲望不敢轻易表达 不过也有特例 今天我们要来了解的就是这样一个好色的女人 她来自台湾 是台湾最好色的富博 反反复复离婚五次 还拥有着七十亿的遗产 按理说成为大富博 应该放肆地享受人生 为什么她却放弃了熟视的一切出家了呢 她又有着怎样的经历呢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 关于这位台湾富婆的离奇故事 一切都要从1976年 许淳美19岁那一天开始说起 那天许淳美早上醒来 却发现一位宿醉 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而且更让许淳美崩溃的是 床上还有另一个男人 许淳美只记得这个男人名叫李文青 昨晚在酒会上男人主动跟自己搭讪 只是后来的一切许淳美都记不太清楚了 她喝得太醉了 怎么来到这里和李文青发生了什么 许淳美都记不清了 但是看到满地狼藉 以及身体传来的不适感 一切都告诉许淳美 昨天晚上李文青究竟对自己做了什么 许淳美崩溃了 开始失声大哭 李文青这才醒来 她看着崩溃痛哭的许淳美 无奈地摇了摇头 她早就看上了许淳美 因为许淳美长得非常漂亮 还有些像大明星王祖贤 所以在昨晚李文青才把许淳美灌醉 并侵犯了女孩 李文青想劝许淳美 但是当时的许淳美已经彻底失去了理智 枯早穿好衣服离开了 这件事终于还是闹了起来 许淳美的家人找上了李家 许淳美的家人还闹着要报警 李家本身有些钱 可在这件事情上理亏 于是李文青的父母一边忙着给许家道歉 一边忙着把许淳美取进家门 以防止丑闻扩散 对于李文青来说 她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渣男 对许淳美也只是玩玩而已 怎么可能真的想把许淳美取进家门 而许淳美被李文青伤害以后 又怎么可能还愿意和她同床共枕 只是 一切都不是两个年轻人能控制的 最终他们还是生活在了一个屋檐下 婚后李文青对许淳美一点都不好 还是照例到处失婚 每个月只给许淳美很少的生活费 根本不好好对待许淳美 而且李文青稍有不如意的地方 就开始打骂许淳美 就连许淳美怀孕的时候 她还是对许淳美全打脚踢 李文青总是说 你这样的女人我见多了 不就是想用自己的身体 加入豪门吗 现在你满意了吧 李文青的话让许淳美没法反抗 得确李文青说对了一部分 许淳美就是想加入豪门 所以才频频出入豪门聚集的酒会 但是许淳美不想被这样对待 她想要有一个真心爱惜她的人呀 小时候的许淳美 常常因为贫穷的家境被同学们嘲笑 在那种环境下 许淳美发誓 自己长大后一定要成为一个有钱人 许淳美的母亲也一直告诉女儿们 想要变成有钱人 最简单的办法 就是嫁给一个有钱人 只是许淳美没有想到 自己是嫁给有钱人了 但是却过上了这样的人生 许淳美有数次想过和李文青离婚 但是和李文青结婚以后 许淳美有了两个女儿 她总想为了女儿们冷气吞声 本来许淳美也以为自己的一生就这样了 但是后来李文青越来越过分 除了动不动就打骂许淳美 还开始对许淳美忍暴力 许淳美终于意识到 在这样的家里 有这样的父亲 不仅会害了自己的一生 更会害了两个女儿 于是许淳美跟李文青提出了离婚 李文青早就判得离婚了 只给了许淳美害两个女儿十万块钱 就结束了这段婚姻 和李文青失败的婚姻 让许淳美陷入了悲痛 就算走出婚姻了 但是却迟迟走不出痛苦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 另一个男人出现了 这个男人名叫郑奇松 也是台湾的富豪 身价百亿 不仅在台湾有不少的房产 在国外也有不少的房产和生意 最吸引许淳美的一点 还有郑奇松的长相 郑奇松长得又高又帅 而且还和黎明长得非常像 不仅如此 没有结过婚的郑奇松 还不介意许淳美 不但李一还有两个孩子 反而开始疯狂地追求许淳美 这样的男人 没有几个人能拒绝 许淳美几乎是立刻就答应了 郑奇松的追求 两个人很快结了婚 结婚后两个人的感情非常的好 郑奇松也完全不像李文青 她特别的疼惜许淳美 许淳美还以为她终于得到幸福了 只是天下没有不偷心的猫 男人也是这样 后来郑奇松还是出轨了 而且出轨的还是郑奇松公司的员工 许淳美接受不了丈夫的不忠 要知道当时的她 正怀着自己和郑奇松的第三个孩子 许淳美不顾脸面 跑到公司大闹一场 那个女员工受不了屈辱 竟然一气之下投合自尽了 这样的结局让许淳美吓了一跳 也留下了心理阴影 当第三个孩子出生以后 许淳美总说这个女儿是女员工的转世 于是她怎么都不要女儿 甚至看都不愿意看一眼孩子 没有办法 这个孩子只能被亲戚领养 但是据了解 这个孩子最终被亲戚遗弃 在街头靠着乞讨为生 许淳美肯定也是知道女儿过着怎样的生活 但是她不管不顾 只顾着自己的丈夫 有这样的母亲 这是孩子的悲哀 很多人都说 大概是因为许淳美抛弃了女儿 所以后来许淳美最爱的丈夫 郑其松才会找事 2001年郑其松的离世 让许淳美再一次陷入了悲伤 但是此时的许淳美已经成为了真正的富博 因为郑其松离世以后 她有价值百亿的遗产 都留给了许淳美 当时的许淳美陷入了绝望和悲伤 就算拥有了孰不清的财产 还有一堆儿女 但是许淳美太爱自己的丈夫了 丈夫的离世 让她对世间的一切都失去了兴趣 万念俱灰的许淳美 只想和丈夫郑其松在一起 于是她竟然吞下了安眠要自杀了 好在这一次许淳美被任救下了 只是从鬼门关走了一趟的许淳美 从此彻底的开始放飞自我了 许淳美竟然很快嫁给了救下自己的人 黄海明 许淳美并不是真的喜欢黄海明 只是觉得黄海明救了自己 就像是郑其松一样 把自己从苦难中救了回来 而且当时的许淳美太想念郑其松了 她觉得黄海明和郑其松长得很像 所以才投进了黄海明的怀抱 但是当许淳美和黄海明结婚以后 她又不满足了 觉得黄海明哪儿都不像郑其松 当一个作用百艺资产的女人 想找一个长相酷似自己丈夫的 替身排解苦难和寂寞 她这也有数不尽的办法 后来的许淳美开始将黄海明自私不理 自己到处约会 她的约会对象有的是小鲜肉 有的还是牛郎 这些男人的共同点就是长得好看 高大帅气 就像郑其松一样 许淳美成名在男色中 只有这个时候 她才没有那么痛苦 但是黄海明作为许淳美的丈夫 却容忍不了妻子这样的行为 于是开始闹起了离婚 而且还要许淳美分财产给她 她要整整一半的财产 许淳美当然不愿意 这些财产都是郑其松留给她的 她怎么可能给别的男人 于是许淳美和郑其松彻底的撕破了脸 开始打起了离婚官司 好在许淳美有钱有事 这场官司还是胜利了 黄海明只能默默的认输离开 按理说 和黄海明离婚以后 许淳美应该认清这些男人的真面目了 但是事实却并非如此 她反而更加放浪行孩了 和黄海明离婚以后 许淳美又很快还有一个男模特结婚了 许淳美非常喜欢这个男模 为了讨这个男人的欢心 许淳美可以说是毫不吝啬自己的财产 几百万的礼物 现金都一一给了这个男人 但是这个名叫邱品瑞的男模 其实只是看上了许淳美的财产 而且邱品瑞这个人本来就好赌 结婚以后更是由许淳美的财产到处赌博 最后欠下了巨额的赌债 只能找到许淳美 让许淳美帮她还赌债 许淳美此时才看清了邱品瑞的真面目 更是直言不会帮她收拾烂摊 邱品瑞恼羞惩怒对许淳美大打出手 许淳美也彻底对这个丈夫失去了耐心 出院之后就和邱品瑞结束了婚姻 但是此时的许淳美还是没有醒悟 她觉得自己只是运气不好 遇到了渣男 以后还是会遇到好男人的 就像是郑其松一样 爱护自己 照顾自己 俗话说兔子不出窝边草 但是这一次许淳美却选了自己身边的人 她和自己的男助理开始了恋情 男助理刚开始用类似郑其松的温存 让许淳美失去了戒心 然后将许淳美一百多万的现金骗轴跑路了 这个时候许淳美才醒悟了过来 此后她本来不打算再相信男人了 但是这个时候另一个男人又出现了 这个男人是许淳美和黄海明结婚期间 最喜欢的一个男模 名叫林中一 但是当时黄海明把林中一打了一顿 李中一这才逃走 现在林中一回来后 许淳美还以为是真爱呢 但是没有想到 林中一照样是为了财产 骗到钱以后就毫不犹豫地离开了许淳美 这个时候的许淳美已经年过五十 她才彻底地醒悟 郑其松离世以后 她都做了什么 这三十年来许淳美彻底地放飞自我 还会上节目夸下海口 说自己就是要抱养小鲜肉 想找到一个和郑其松一样的人 但是到了最后 许淳美才发现自己的心中 其实一直只有郑其松 没有别人 而这些年的那些荒唐事 说白了这是为了排解对郑其松的思念 后来许淳美不再找小鲜肉了 任由自己彻底陷入对郑其松的思念之中 但是这种思念很快就又没了她 许淳美的精神状态越来越差 她觉得自己的心都已经完全碎了 她刚开始寄希望于心理医生 希望心理医生能帮助自己好起来 但是后来发现心理医生也无能为力 许淳美彻底陷入了绝望 她觉得自己可能真的活不下去了 就在这个时候 不知道为什么 许淳美想到了出家 或许是佛法能够给她安宁吧 让她能从痛苦中解脱出来 最终 许淳美彻底出家了 现在的许淳美已经销声匿迹 在寺庙前心休息 还会用自己的财产做慈善 算是为自己和郑其松积德了 这就是台湾富婆许淳美一生的故事 只是看到最后我们还是会好奇 不知道出家后的许淳美 有没有想过自己和郑其松的那个女儿呢 有没有去找这个女儿 这一切我们都无从得知了 但是重许淳美的故事里我们明白 人生在世 无论何时都要积极向上 更要爱惜自己 不要困在悲伤害预念里 最终只会害人害己 感谢观看